最後的作品 你看他就是讓蘋果咬一口對不對 然後題目就定時間放在這 那你放在這裡 你想想看會不會有人終於看完展了 這個展怎麼那麼多作品好累喔 然後就走過去完全沒有看到他 好所以他代表是我們常常也會錯過 錯過是不是也是一種時間 你錯過了時間就不能倒退了對不對 那你可能就離開了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展場裡面有蘋果這個東西 好所以他故意留在角落 還有留在那個本來雙邊應該有一個 讓大家很容易錯過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很棒的 只是很可惜我們今天來的時候 那個蘋果失蹤了 好來你們看一下你們的板子 好這個板子這裡就說 老師這個到底是什麼 給我們一袋螺絲釘是怎樣 其實呢我給你這些東西 它是一個象徵 好就是代表呢 未來我們可能每個人都是什麼 賽伯格對不對 我們身體可能會有來自外在的某一個部位 好那再來你把它往上翻 這一幅畫被我貼了一句話對不對 好這個是卡夫卡 就是寫變形劑的那個作家寫的 他講了一句話說 筆不是作家的工具 而是他的什麼 器官 是器官 他是代表說 這個筆也跟我變成一體了 是我身體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他講的這句話很酷 好像也是一個賽伯格的概念 他跟某一個物品結合了 他說筆是他的器官 我才會提供的 中國人是想要做一個 我才會說 如果很多筆跟筆都在發揮 我會想要做一個文植 跟筆是神啊 收集的